將烤到金黃酥脆的宜蘭櫻桃鴨 連皮帶肉片全長方大小 搭配蔥段黃皮辣椒 包進紅藜麥餅皮當中 一口咬下脆口又多汁 我們有淋麥芽糖醋這些 然後我們有經過長時間的荒乾 嚴選五斤半重宜蘭櫻桃鴨 油脂分布適中 片碗的鴨架子 加入雞高湯燉煮 就成了油香撲鼻的鴨粥 但店內的招牌還有這一味 翠綠 橘紅 鮮黃色 十九折的七彩小籠包 用天然蔬果 原色上色 連蟹黃 松露 花椒都入彩 有一個麻辣口味 我又特別喜歡吃辣 然後它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汁會這樣溢出來 老字號將這餐館第八間店 決定落腳大職 就是看準周邊的豪宅商機 豪宅淋漓 然後距離內湖的那個 科技園區也很近 然後也發現到大職地區 中餐廳的選擇性 可能沒有這麼的完整 相隔一條街的距離 同樣也有知名飯店的川香菜品牌 要搶攻高檔中菜市場 剁椒連魚頭 色澤燕紅 口味麻香 甚至還有這道天府冒鴨鍋 28天櫻桃鴨醃漬後再油炸 入餐時放入冒菜鍋烹煮 更是泡客最愛 大職這邊的客戶 他比較喜歡吃溫的 他反而要的是麻香再辣 掌握穿菜本色 再根據客人口味調整 兩家中菜名門 齊聚大職站區 要搶攻金字塔頂端的客群 動物生產的新聞 靈靈黃福祥 台北報導